当然大家都是挺农民的 前一阵子大家掀起了吃凤梨的旋风 最近恐怕要帮香蕉提振一下士气 上个星期以来香蕉的价格直直落最便宜 一公斤只要八块钱 水果行的老板说最近香蕉产量过剩 供过于求了 但是这一个价格有的是嫌低 但是有的是创了五年最大的涨幅 那就是米价 这个米价您看到 这个图图改改一直涨价 但是实际的情况农委会就说 国内的米库存量还有八十万公顿 至少库存还能够供应八个月 没有缺粮的问题 水果行的结账柜台 民众捧了好大一袋 黄澄澄的台中香蕉 现在降到十五块 之前有买到十六块十九块都有 所以有买比较多这样子 对 刚好又便宜划算 明明五六月才是香蕉的产望季 时间未到价格为什么跌得快比成本还低 应该是产量过大吧 现阶段台湾香蕉外销还是追不上生产量 就怕焦农的辛劳血本无归 离开水果行再来到米行 抬头一看价目表图图改改 天天吃米不可不知的米价 居然创下五年来最高 但行政院主计处回应 米价变贵的原因来自今年米行的优惠活动 办得比去年还少 和缺水也无关系 还要进一步调查 但民生物价波动多少让人紧张 在天降甘霖之前 米的价格恐怕还是递不下来 欢迎新闻才听一段时间才报道